我叫嘉芬,今年23歲 10年後,我想自己當老闆 在美國開一間屬於自己的美食快餐店 自己在其他眼中 只不過是一個沒甚麼長處的人 我覺得唯一能幹的人 就是我的堅持和忍耐力 我跟他們說,進了快餐店做 他們第一時間就笑 你不是,你讀過一輛書 你走去洗廁所,你沒事 就因為我進了快餐店做 我才發現開一間餐廳起碼要50萬元 起碼每個月我都會強迫自己儲5千元 儲5千元的代價就沒得花 下午就吃漢堡包 看到喜歡的東西,只剩下一個望子 朋友吃飯,有錢買去 沒錢嗎?叫他下個月才叫我,再見 做了一年多的事,去到夢想 我計算的都差不多到五分之一 我聽到細聯合的自己會夢想成真 我會想要做一個小炯火 燒火